有一好没两好 有快乐就有悲伤 尝过百味的日子 体验人生大小事 你现在收听的是 求知不得 哈喽大家好 你看 今天你不要拍手 从来 算了 我刚刚那个笑也爆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求知不得 然后这一集呢 就是我们想要做的是寻星计划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颗闪耀的星星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体验每一种不同的人生 可是可以去听到别人的人生故事 然后去看见自己不同的 生命中的其他的可能性跟开展 你就不会觉得这世界其实这么的辛苦 那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 他是廖文强 嗨 大家好 我是廖文强 你不是讲你讲话大声一点吗 哦 我就想说你刚刚说我要那个啊 没有没有 你可以大声一点 那你做过去 讲话大声一点是不是 那我要重来吗 老师我要重来吗 可以不用 哦 好 然后呢这一季呢 我就想说之前做第一季跟第二季 都是只有声音的 所以这一季想说试试看 如果是用iPhone录影像的话 然后他会不会有新的不同的感觉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试着用讲话 然后还有用影像 然后来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不同的环境 然后听不同的人生 文强哥 嘿 球姐 这声音可以吗 球姐可以可以求之不得啊 太棒了 哈哈哈 你为什么可以答应我啊 我想想说 没事做 你以为很忙哦 我想说大家都很忙啊 没有啊那是大家啊 哦哦是这样吗 对啊我就属于比较没工作的那一种 没有我刚才也是属于没工作的那一种 不过疫情真的是影响很多人 很多耶 嗯 我没想到大家都过得蛮辛苦的 我以为只有我们这种边缘人才辛苦 可是发现啊 边缘人反而比较不辛苦 对因为我们平常就很辛苦 因为我们平常就没什么活动了 所以 但我们这一集 因为文强哥呢 他跟我一样是水星双鱼 所以我们这一集呢 想必就是一种 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但最后大家用一种感觉就好 可是我是很能够把题目拉回来的人耶 但不代表大家懂啊 我不知道啊 我觉得是这样啊 我也不知道算了 总而言之我们刚刚其实 我一直说我们可能会讲到一些 大家会觉得比较刺激的话语 那大家不要上网批评我们 我们刚刚不是聊到就是 我们不会觉得自己很辛苦 特别是有一些巡演的人 他们最辛苦 那些有巡演的 三百场的啦 全部都取消吧 那个一百场什么全部取消 那个真的会吐出来 而且如果一个演唱会 他要带了几百多个人 那几百多个人 那几个人都没生意耶 他真的一口气 几百个人失业的 傻眼 傻眼 很辛苦很辛苦 但是 我们还好没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有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从头到尾 就是连自己都养不活的状态 我就不能讲养不活 但是 就是跟我们期待的那个目标 其实还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间 毕竟我本来想说 我希望我是月入百万 哈哈 还有最大的 就是蛮好的啊 我觉得有这个梦 其实是很好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 好啦 其实我们今天还是有做一些仿刚 我比较好奇的是 就是文强 我要怎么叫你啊 廖文强 文强 文强哥 不要叫 不要叫哥 因为你年纪比有轻 我想说我自己不好意思 讲出来这件事 你当初是怎么样 开始进这一行的 或者是你为什么要选择 用吉他当做你的 或者是工具吧 我其实 我小学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开始接触到吉他 太早了啦 因为我哥大我五岁啊 然后他在我小四的时候 升小五的时候他升高一 然后他那时候开始弹吉他 我就跟着他开始学 这样子 你那时候手不会痛吗 会啊 可是就觉得很酷啊 痛病快乐者 对痛病快乐者 很好玩啊 你就觉得说 大家都身边的人 都没有人在学这个东西 然后其实 而且我小时候一直想学钢琴 但是我们家条件 就是各种状况 不允许我去学 所以我就自己想说 那有吉他可以学 那我也是很喜欢弹吉他 所以除了吉他 这个乐器类的东西 或钢琴你刚刚说的 他没有其他的兴趣 嗜好吗 比如说像有些人 特别爱打球啊 或者是特别的喜欢 我不知道煮饭吧 或者特别喜欢写作 特别喜欢做其他的事情 你没有其他的兴趣吗 我打电动 看动画打电动是一个 就是你觉得他可能 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技能继续发展 所以就是选择了用音乐 什么时候开始写歌啊 写歌 其实我小学 我小学好像二年级 还是三年级的时候 就有写过一首歌 什么 你有唱过 有公开唱过吧 我有对我爸妈还有我歌唱过 然后他们就说很好笑 很难听 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写了 我就把这件事情乘风起来 因为我就觉得太丢脸了 因为就是 第一次写了一首歌 然后被嘲笑 他们是直接跟你讲 因为我就唱给他们听 我说欸你听听看 我写了一个歌 然后他们听就说 这什么东西 就他们就听完就 哦哦很棒啊 那一种 你很明确的 可以感受到他的情感 不是讲很棒 对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 哦好哦 所以你还记得那个旋律 我只记得两句 但你真的觉得不好听吗 真的不好听 真的不好听 超松的 然后反正 这件事情就一直 在我心里面就埋了很长一阵子 可是后来 后来等到我 开始上国中之后 国中之后我就自己 因为弹吉他的关系 然后那时候 喜欢听一些爵士乐团 所以我就开始 试着做一些演奏 就没有唱歌的东西 然后到高中才又开始 写有歌词的东西 写歌词这件事情对你来说 是不是很轻松啊 没有 写歌词超累的 你会 你是那种需要花很大量的时间 去琢磨一句一句一句的歌词吗 会 我有一首歌 我现在电脑里面才放着 我已经半个月 应该至少超过半个月了 就是我还没有写出个东西来 你觉得每一次写歌 都要有一个很固定的主题 然后特别的去探讨它吗 我以前会这样 可是我现在比较不会 因为我现在觉得太 大家好像不要听这么 执着的东西 对 认真的东西 因为他们每次人家 听某个东西就说 你怎么这么好学生 就是不要这么好学生 我们可不可以偶尔放松一点 或者是 就是 我们 就是生命已经很辛苦了 然后还去听一个很辛苦的音乐 就觉得压力很大 对 所以我就想说 那好 那我就试试看写一些 比较放松的东西 可是有时候还是会不小心回去 但是 我觉得因为创作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 它比较像是自己的情感上的抒发 有时候你会想要写这么深的东西 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有这样的能量 需要去释放 你会觉得吗 我 我 会 可是 另一方面我也是想说 偶尔 因为我常常会在路上乱看 就是比如说 东张西望 然后看路人在干嘛 然后看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就会从里面去找一些灵感 然后或者是 因为现在可能比较年纪大的 比较没有那么在看书 所以就比较少从书里面 而且我会 比较 怎么讲 我会很怕看了书之后 然后把书里面的东西偷来的那种感觉 就有时候如果他是被我消化完了 变我自己的东西在写的话 那我OK 可是有时候我会不知道我在偷东西 所以我反而会尽量少去用书里面的东西来去思考 所以你用的方式是一种感觉 就是观察 然后这边的来来去去 然后再去写下来 就像我之前都会 比如说有时候会有那种学校校园的创作讲座 对对对对 我就会跟他们讲分享一些 比如说 怎么从身边的小事情里面去 去想一些歌的梗 对 我就那一天在上课的时候突然看到 我就觉得 我自己觉得蛮强的 什么意思 我跟你分享 那天想到一个例子 好 我就说大家会不会觉得说 你看你每天所碰到的人 大家在上课 然后每个人 教室啊都一样 然后身边的人都一样 看的景色都一样 对 为什么就是有人可以写出不一样的东西 他就说 其实我觉得写歌最重要的还是观点 对 而不是事件本身 对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 那天晚上我就在那个黑板上面 我就跟他们讲说 现在我们看这个黑板 对 这个粉笔 是 如果你要写歌你怎么写 我就跟他讲说 我是一支粉笔 是 我 我在你身上刻下我的名字 我不断 我越写 我的生命就不断削减 但你只要轻轻一抹 就可以把我抹出 你是诗人吧 我就跟他讲 我就 这个点好厉害 对啊 你是诗人吧 我就想说 其实有这么多东西 你可以去把他去 去跟 歌 跟一些创作东西去做结合 对 其实我就觉得 生活会变很有趣 你很酷耶 你什么时候发现你有这样子的敏锐的观察力跟才能 刚我们在开机之前不是有讲说研究所吗 对 就是我觉得念大四到大三大四的研究所期间对我印象最大 为什么 就是 因为我那时候念社会科学类 所以我主要念是传播学跟社会学 那 对我来说 我觉得那时候看的东西影响我说 我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这件事情 你是真的有发现 那个角度是完全跟你小时候的经验 有很大的反差 就是转向另外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吗 算是 就是它会让我知道说 我必须要强迫自己用不同角度去看事情 为什么要强迫 强迫就是不舒服啊 就是在跳脱自己的舒适圈啊 可是我们人不是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舒适圈吗 可是因为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圈就不会进步啊 所以你很在意自己有没有持续的不停的在精进 你会希望这件事情它是被看见的吗 我希望它可以反映在我的收入上 不要这样讲 因为我们其实都会有一些问题是 像我们在写歌的人 写歌一定会有 你写的歌是不是 Hido Song 或者是可能只有一群小众的 但我想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个困扰吗 就我们 我觉得我也很容易去嚷嚷说 我希望我要很有钱 但这件事情会真的造成你的困扰吗 还是只是就变成也是随口就是 拿来讲笑 会有一点困扰啦 真的吗 不会困扰吗 你自己在看591的时候你不会困扰吗 可是因为591的房子 大部分都比较丑 可是你看到那种就是 这间好美7万8 我就会想说如果我有一天可以赚到这样子的钱 那或许我就会自己去买房子 哦不行 你知道我算过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 因为我昨天晚上才跟朋友在聊 他说如果说 因为像我们 你理想中 房子要多大件 我理想中房子就是三间房间 几坪 三间房间大概25坪吧 30几坪 你说室内 你说30几坪 30几坪的话现在公社比 不要公社比 公社比 公社比反正36的话 你至少要45坪到50坪 大了啊 没有没有 你要买到45坪到50坪 你的室内才会有30坪 但如果买中古屋 就不会有公社比的问题 公社 中古屋 如果你现在 你买一个40年的中古屋 等到你60岁的时候 那个房子多老 讲到这个问题 没有你继续讲 对 所以你如果要买到50坪的房子 台北市现在一坪 大概是80万起跳的话 那不要买台北市啊 是不是解决了 好啊 你真的 可是没有 搬到排北市以外 工作会很辛苦耶 不会吧 因为我们的交通费 不是说对方辞职辞职 可是我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有很多朋友 他们搬去 遥远的地方 遥远的地方 他们就消失耶 他们说明只是不想跟我们联络 所以才搬去很远的地方 不是 所以他就消失 因为他很懶的出来 对 他可能就开始叫Uber E 或者是Panda 对 可是我们这个圈子 你又不能不跟人交流 可以啊 可以吗 我都没有在跟人家交流 我就是靠着这一季的节目 才出来想说 才出来抛头露面 而且其实我们 我们是联友很久了 对 可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的坐下来 好好的认真的在聊天 因为之前都是在后台 或者是演出的时候碰到 打声招呼 打声招呼 说你今天装画的很好 就是要声聊 其实也不确定 那个场合适不适当 是耶 对耶 我们第一次这样坐下来好好聊天耶 所以他跟台北市没有关系 所以你很在意就是 那我问你喔 钱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什么 我觉得 你希望拿这么大一笔钱 拥有这么多的钱 对你来说 是一个安全感吗 还是你希望他可以拿去支 用在其他的 特别的领域里 我希望他可以让我生活 不要那么辛苦 你就开销太大吧 你给我闭嘴 我就是说 你怎么样判定辛苦 因为真的比我们辛苦的人 其实还特别 其实还很多 其实我们也不算特别辛苦了 说实在是 说实在是 但就是 当你要买个东西的时候 要想一下 想一下就说 先不要好了 希望以后是可以想一下说 嗯 还行 那你说你就不会珍惜了 就没有 就你不要说 你不要 我应该说 不要每个月拿起 那个 那个 手机 然后看一下余额 缴完房租之后 缴完咖啡之后 那这个月还有剩多少钱 可以吃饭 好那我这个月应该要怎么花 就是我觉得 如果说可以 这件事情 不成为生活上的压力的话 懂懂懂懂懂 很多人都在追求这个目标 嗯 如果说 你有笔花费 第一件事情你想去买什么 房子 哈哈哈哈 最重要是说买房子啊 还是房子 Follow 你不会是那种很喜欢住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的人吗 想要换换环境的吗 嗯 没有想要 如果可以住在什么 就是大房子的话就不用啊 哦 要不然的话其实 因为其实我也不是说物欲特别强的人 嗯 就是 你说吉他嘛 我也 我也很多把了 对 然后我可能有一些梦想的吉他清单 会想要去拥有 是 可能也就是两三把 是 像一把可能是几十万 是 可是可能就是两三把 也不会说就是像人家 看到一把喜欢一把 就是一直买 一直买 所以 说怎么 因为我也不是器材控 所以我也不会说我录音室要盖的很高级 是 我也不会 那你到底花钱的话在哪 出去玩跟吃饭吃 哦 你是一个很享受美食的人吗 很在意就是比如说餐厅啊 或者是口感啊 或者是那种特别精致的状态的人 算是 我算是蛮在乎吃的 懂吃 而且我有时候会不小心吃太多 蛤 就是我很容易 像我昨天去 一个人去吃回转寿司 我就一个人吃了 你一个人 你是吃蒸鲜吗 我吃寿司狼 寿司狼我不知道 寿司狼很好吃 是哦 好 我一个人就吃了快800块 它本身比较贵吧 没有 一盘40啊 那这样800除以40是 20盘 就是差不多 我还有 因为我点 我总是点了15盘 然后再加了一碗咖哩乌龙面 你很适合自己在家煮饭 我很不适合在外面吃 除非还有大碗乳肉饭35块那种 没关系 我跟你讲 我们常常去演出的时候 不是通常都会附餐品 你就可以一直吃 可是 可是不好吃是不是 我 因为我很不喜欢吃便当 欸啊怎么会 你这样真的 我不喜欢吃便当 是因为某一些便当的店家煮的菜不好吃 还是你本身不喜欢吃便当这件事 对我本身不喜欢便当这件事 你小时候常吃便当吗 有可能喔 是因为这样吗 有可能喔 因为我小时候 带便当带到国中毕业 可是带便当是妈妈的 就是那个做的 然后铁盒的 蒸饭的那个 可是味道跟我们现在真的在吃便当 是很不同的耶 可能那时候可能就是 会觉得 搞不好有心里面可能默默的这个感觉 你会觉得 我好奇问一个 你会觉得便当它跟 就是 就是我今天已经来工作了 我付出了我的劳力了 然后我竟然在吃便当 我为什么不让自己吃好一点 是这样子吗 也不是 也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说 便当就都是那些东西 喔 对吧 我不知道 我很爱吃便当 因为便当就是要么排骨饭 要么鸡腿饭 要么叉烧饭 叉烧饭还好 我不知道 你不觉得就是都那些东西吗 因为我本身很爱吃炸的 所以只要有炸的 然后不要太夸张难吃 我基本上就 就吃 我很好痒 所以你很好痒 我很好痒 我不挑食的几乎 相信奇怪的肉就没有办法吃了 可是我 我也不算挑食 只是我有办法选择的时候 我会想办法吃好一点 喔 好酷耶 因为像我记得有一集 就是你跟许淑老师在吃麻辣锅 然后你也会在Facebook上面 都会拍那个 你已经摆盘了 算是一个美感很强的男生 因为自己喜欢拍照画画 然后就是吃东西还是要把它摆漂亮亮 你知道这个是天赋吗 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就是会煮饭 但是不会摆盘的人 我煮好的饭我也没办法摆 我自己试过 就是食材可以 可是如果是煮好的东西 我摆起來真的是跟赛一样 你喜欢吃东西 你会喜欢做东西吗 就是比如说做甜点 或者是做饭 之前有一阵子 在厨具还比较方便的地方 不在这里的时候 那时候我会尝试自己买东西回来煮 可是因为其实一个人 你能买的菜很不好买 对 然后加上我都是乱煮 就是随便乱丢东西下去 然后真的每次在那边瞎吃 然后稍微落塞 所以你不喜欢去研究这个 有空的话可以 总之还是一个喜欢音乐跟艺术的男孩子 如果有东西可以煮的话也很好玩 但要看状况 因为后来消磨我对料理的热情 是因为那个电热炉 电热炉是 就是那种陶 就是电热炉 因为不方便啊 对 我也不喜欢 就是没有天然瓦斯的那种地方 因为我现在这边童装瓦斯 我就没办法 我就很不喜欢 我懂了 所以没有天然瓦斯的地方 你就不会想要自己开火 对对对对 电热炉真的 你就在那边等他等一辈子 他也不会熟 不会 他还是会熟 他就不会熟 就是我们习惯了 用开瓦斯的方式去煮饭 这样子 好我要跳下一个了 我想要知道 因为 去很远 刚刚 但是很好啊 那我想要问的是 你之前有参加过歌唱比赛 我不是想要问 参加歌唱比赛什么什么什么 第几名之类的 我只是想要知道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害怕 比赛这件事情的 然后我也知道你有当评审 就是一直常常不停的 在当评审什么的 那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觉得 比赛这件事情 会造成一个很大的 精神压力吗 还是你那时候 到底为什么 什么原因 然后去参加这个比赛 我以前 我小时候参加比赛 不敢跟任何人讲 没有人知道 小时候 我说以前 在更以前 比如说高中啊 或者是以前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我很怕一件事 我不是怕我没得奖 我是怕我没得奖 我是怕我没得奖 之后朋友过来安慰我 说没关系啦 下一次会更好啦 怎样怎样 你不喜欢人家安慰你 因为我觉得 浪费大家时间 蛤我不懂 我就觉得说 就是 所以你不希望 人家去看你的比赛 如果说 有 就是对 我觉得 对我来说压力很大 懂 因为如果说我没有得奖 我反而会觉得 是我对不起大家 或是我给大家添麻烦 怎么会 因为我是一个很害怕 给人添麻烦的人 了解 所以 当我今天做一件事情 失败了 然后他们要过来安慰我 然后 一来说我会觉得 自己是二度伤害 对你自己是二度伤害 对我自己二度伤害 二来一来我是觉得说 就是 让大家这样子 我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以前 我自己是很不敢参加比赛的人 很不敢参加 而且也不敢 让人家知道我参加的人 但这段时间消失的时候 不会有人问你说 你要去哪吗 这样子 嗯 就可能跟家人讲一下 但因为以前可能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 通讯软体什么 没那么发达 没这个问题 也蛮好的 对对 然后到后来 上电视节目去比赛嘛 那是因为本来就在 无名小山上面 剖一些东西 然后制作单位 他们就过来 问我要不要参加 我就想说 好 因为本来我其实就有一个目标 就是 我在 我在 如果 求学阶段的时候的目标吗 对 求学阶段的时候 如果大学没有闯出个名堂来的话 那我就不要再想着做音乐这件事了 所以你那时候给自己 立定的目标就是你要在大学这段时间 然后做音乐 做一个 做到有一个被看见的状态 算是 好严 你对自己好严格喔 我那时候就是 我 我大一的时候 我就入选那时候 第一届的 那个 简单生活节的创作音乐征选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人生才写 可能不到十首歌而已 大一是17 18 18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你知道少年得志啊 你就觉得说 你看这么多人在创作 然后我竟然创作可以入选 对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应该可以有一番作为吧 然后到大二也没有成绩 然后到升大三的时候 我就跟自己讲说 这些时间是持续在做音乐吗 就一直都有在写 OK 然后就是 你知道放在 那个部落格上面也没什么人来听啊 然后就是没什么状况 然后升大三的时候 我就跟自己讲说 那我这个暑假 我就抛开自己的害怕 我就去参加各种比赛 哦原来 如果我这些比赛都没有得奖 我就算了 奋力一搏 奋力一搏 结果我就 刚好都有得奖 嗯 然后我想说好吧 那就继续做 然后到升大四的时候 刚好那个 製作单位就来问我要不要参加选修节目 我就说好吧 那就去唱中看吧 那唱完之后就 刚好 那时候的版权 华纳版权那边知道我有在写歌 就问我说要不要写 加入他们的持续版权 所以我那次就签到华纳 好棒 对 然后华纳后来就是 华纳结束之后 因为本来福茂也是在跟我谈 所以就华纳结束之后 就去福茂 福茂那边结束之后 现在在导观秋 你有计算过你到底写过多少作品吗 包括你自己跟包括给别人的 我自己算一算 我没有认真算过 可是应该有两三百吧 你很有钱好不好 你说卖出去了吗 卖出去了没有 我也是说写好的 两三百很多 那卖出去 你有想过 跟自己卖出去 跟 跟卖给自己 卖给自己也不算吧 卖自己又没有钱 算吧 我们不是有一些基本的费用吗 省下来啊 还是算一下 省下来 我是花自己的钱做端子 你不懂啦 我们也是花自己的钱做端子以前 好 你说 那这样是多少 卖给别人 应该就是十几十手吧 这很厉害 可能有没有个十 我都不知道了 那我想问 在写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有设定是要写给谁 还是只是为了要抒发 然后只是那个人听到 我很喜欢 所以他把这个作品 都有 但我通常 帮人家量身定做的歌 都不会 都不会卖出去 你有觉得那个理由是什么 就是我想太多 像 就是有时候会帮人家写歌 然后你会自以为 要去很了解那个人 但其实你可能写出来东西 并没有那么了解那个人 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 假设今天 比如说 有时候帮我写歌 帮你写歌好了 然后我就 我就帮你写了一个 我自己觉得很适合你的词 对 可是可能 你自己很抗拒 那个歌词的内容 或者是你可能就是觉得说 天哪 这个曲不是你喜欢的东西 就是类似就是我可能会自以为的设想一些 绕了一圈 结果不是他想要 他可能想要更简单更直白 或是你写出你之前原本写的那些作品的样貌 所以 我帮别人两身定做都不会中 其实讲到歌这件事情 我有发现 就是在 要有强悍的作品面 写到了很多关于是自卑 或关于是 就是 嗯 比如像喜剧人生 就是这种 比较站在 不像是一般人认定 就是 我很棒 我很 我很优秀 你来看我吧 我做出来的作品就是好 但是他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 到底这心情是什么 你真的很多很多都在讲这件事情 这算是叫自嘲吗 还是叫做什么 自我 揭露 自我 解剖 解剖吧 就是自我 自我探索 探索 对啊 嗯 我不知道欸 你不觉得做这行的人 通常都是对自己 我知道是自我探索这件事情 没有信心的人 没有啊 这里行也有很多 很有信心的人 这行很两极 有些是过度自信的人 然后有一些是属于 比较过度没有自信的人 那我是在 没有自信的那一块 你的求学阶段 已经是这么的 我觉得对我来讲 算是人生胜利组的 因为就是我 我没有办法读到那么好的学校 我没有办法读到那么好的 好有趣的科系 或者是遇到这么广 就是视野这么广的 你怎么会有一种 这么大的落差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 因为你刚刚也来讲说 我小时候的一些经历 可能会影响到我后来很多 其实我以前就有意识到这件事 很小 没有就是前几年 就有 因为譬如说 我有想过自己 为什么会这么没有信心 或者是怎么会活得这么卑微 对 会觉得自己很渺小 特别把自己看得很小 对 因为譬如说我国小的时候 我是念基隆的一个私立国小 那那是一个有钱人在读的国小 可是我爸妈是很标慧 然后兼两三份工 然后让我去读 所以我旁边都是有钱人 然后我自己是 我们家是很辛苦的人 他为什么不让你去读一般的学校就好 我爸妈觉得 我妈那时候觉得说 小孩子的小时候教育非常重要 他不想要让我就是在 他们觉得不好 比较 他们没有把握的 就是如果我可以更好 就让你去 他们知道这边的 他们听说这边教育好 游身学也好 教育老师也好 所以他们就把我送过去 他们费尽心机这样子 然后努力赚钱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 OK我跟这世界各个不入 好力耶 而且我被同学有骂过 我跟同学吵架的时候 他是直接当着我的面 骂说 你爸开计程车啊 你妈就是怎样怎样啊 你哥念那什么烂学校啦 我爸是什么医生 什么怎样 我直接哭的跑回家 那个是几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小学 四五三四年级 教育真的是要从小教起耶 这个话很恶毒耶 我那时候其实很难过 会很伤心吧 而且那时候也很好的朋友 小时候很好的朋友 那一个是你很好的朋友 太奇怪了 他就是那时候吵架 然后就被这样子 好然后到国中 我国中考上是基隆市的一间 梳理自由班 他是基隆市全市取三十名 的一个自由班 好厉害 可是我是因为 他有三个陆学标准 一个是数学分数超高 一个是自然科分数超高 另外一个是总分过门槛 然后我是因为总分过门槛 我数学跟自然科都很差 可是我国文成绩很高 所以他就是算这三科 他就是算加总 数学跟自然 我进了一个数理自由班 可是我数理都很烂 我是因为国文分数高 我才进去的 什么都没有国文自由班 现在有一些有 以前没有 以前没有 然后 所以每次我们班全部人出去 什么奥林匹亚 奥林匹克 数学竞争奥林匹亚 什么AMD 什么的 那些出去 都是全班三十一个人 二十七个人上台 然后四个人在台下 没得奖 我就在台下的那一个 这样子过了三年 这个也太受挫吧 而且我高中 我国中三年的时候 我国中三年 几乎成绩都是在很后面 因为我们班 我跟你讲 你是台北 我是新北市 新北市 我们班二十七个男生 十三个建中 五个附中 三个成功 四个女生 三个北宜女 一个景美 好扯喔 我们班成绩最低的 好像上到栗山 还是四大同 好扯喔 你就知道 那个班 那个压力会很大 而且那几个建中 还有一大堆是自由班的 但是你一定会在里面交到好朋友啊 就是如果你有些功课问题 不是就可以问他 同学都很好 我跟同学感情也都很好 前阵子我还帮我国中同学去求婚 可是在那个状况之下 你知道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知道他们是真正这个班的学生 可是我好像 你会觉得你会在每一个圈子里面 都好像自己是边缘化的 我超级边缘化 而且我升高中的时候 虽然好像我考上十大附中 可是 我那时候的分发成绩 我顶 我松山都有危险 松山也很好 可是我是申请上的 所以等于我是越级打怪 你好厉害 我真的我是越级打怪 我就是考到了一个 我根本就是 我的学历是到不了的地方 那可能因为我国一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科展 刚好跟很厉害的人同一组 就加分 加分上去 可是其实我并没有帮到那个忙 因为那个科展老实说 我做的 我真的没有贡献到什么东西 我就负责把壁虎顾着 不要让他们乱跑而已 考附中这件事情 他后来 这个选择是你做决定的吗 还是是 就我就去申请啊 然后就上了 可是上了之后 那又是另外一段悲惨的日子开始了 因为我就成绩不好啊 所以我高中18次数学段考 我17次不及格 我只有高一上第一次数学及格 我六学期被当五学期 然后我成绩一直都很差 就是以负重来说的意思 就是我一直就是 没有办法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你那时候有补习吗 有 可是就是写不会 然后 然后 然后国文还是特别好 也没有了 就是也没 就是 对 那时候 但是音乐特别好 也还好 那时候也在写了 继续写歌了 那时候开始在写歌了 对 然后 后来反正那时候成绩也就不好 那后来 我后来申请又上台大了 可是我那时候的分数 我也是正大都上不了的 蛤 又是一个越级打怪 就是我又是申请的 我又是申请入学进去的 所以我又用不符合台大的入学的 层级标准 又念到了一个 都是聪明人 然后可是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厉害的学校 所以这一路上 我从我小时候到现在 然后一路到现在 我就会觉得说 你知道 你会累积很多情绪在里头 我每一个阶段我都会觉得说 我好像跟 我好像永远比不上我身边的人 我好像不属于这个地方 他们会不会瞧不起我 他们会不会 会不会鄙视我 会不会对我什么意见 所以其实 我自己内心会很害怕这件事 你开大学之后这件事情有减缓吗 没有 可是演艺圈在这里面 大家的学历就是有高有低 那在这边就不看学历啦 就是看能力啦 那你就会发现更多更厉害的人 很多很厉害很像妖怪的人 他们超强 对啊 现在都是一堆妖怪啊 充满了妖怪的世界 但是我们在这里 可能要暂停一下 因为在 刚刚其实大家有在 听到廖文强 他有分享到他以前小时候的故事 我觉得很惊讶 就是即便我们都知道 小时候的很多的事情 他会影响到我们现在 后来在写作上的一些灵感 或者是想要去探索 为什么会这样子去写 但 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故事 因为对我来讲就是 廖文强他是很常用 他比较乐观的 然后比较正向的方式去 面对人 所谓是面对人 是比较像是我们在聊天的那个面对 不是他 就以为他跟他的作品 又是另外一个样貌的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 在看你的专场的时候 我有被你一件事情吓到 就是你在上 某一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跟你分享过 你在某一首歌的时候 就是特别的很high 异常的high 然后 然后 讲烂话啊干嘛的 那你讲烂话也是你的习惯 对 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 我不知道是保护机制 反正是一个习惯 是一个模式 但突然到下一首歌的时候 他又非常的认真 然后非常的感性 去讲他接下来这首歌 要唱的东西 跟他讲的故事的内容 然后还有他创作的来源 嗯 讲完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开始唱到一半 他就哭了 哈哈哈哈 然后我想说他呀 这个人有共戏剧性的欸 哈哈哈哈 然后他为什么 没有办法再去更大的舞台 你就会很匪夷所思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 呃 我那时候是IG嗎 我好像写了一篇新的文就是 嗯 因为那时候我好像 好像自己的状况也没有很好 对 然后所以我又看了那个 然后我就也不停的把他的事情 变成是我的烦恼 然后放在我的脑海里 我就一直 因为也会要投射 就想说 我们都很努力了 然后我们写的东西也没有 也没有不好啊 那为什么没有更多人看见我们 我们也是 说实在来要唱也是 明明强强也算会唱吧 可以吧懂唱啦 懂唱了吧 会把也也上会了吧 所以懂表演吧 为什么 你就会很 有很强烈的为什么 但今天在 就是访问亮文强的时候 虽然我们今天完全离 离到一个老天爷去 哈哈哈哈 那我最后 我要 我还是 就是真的知道 为什么他的创作 会从那 那么多的地方 然后去 挖出那些情绪 就很神奇 但我还是要问 今天的最后一题 你觉得 对你而言 什么样子是 成功人事 现阶段啦 你现阶段的你 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是 能够 不用烦恼自己的生活 而且可以去帮助别人的人 你做到了啊 没有 那你成功了耶 没有 我还没办法帮助很多人 你刚刚讲的 你刚刚讲的是别人啊 你没有说要多少人啊 就是我们也帮助到什么人啊 有啊 没有我想到的是 可是生活 生活 你说生活帮助很多人 没有就是工作 都有就是 就是 对啊 就比如说我也是希望 你知道可以捐点钱给谁啊 比如说可以做点什么事啊 你知道捐钱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 一块钱都不嫌少 我嫌多 一块钱我都嫌多 屁啦 是有多空 我有客家血统 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或者是其实我们没有过的 我们其实过得也还不错 就是其实我们也不要饿着 只是我们希望 可以再有更多的能力 去帮助更多的人 因为尤其是我们站在舞台上的人 他当然会希望自己的舞台越唱越大 对啊 那个能量他可以 呃 有点覆盖了更多的人嘛 对不对 那 还是想要安口一提 好 我想要问 就是 你有没有想要对 特别某一个阶段的自己 然后对他说些什么话 我这样光这样我就快哭了 真的喔 嗯 欸真的很感性 很容易耶 很容易 进到状况 我想想看 嗯 我想要 我有帮你想到一个阶段 哪一个阶段 就是你小时候受过最大的挫折的那一个 那一个事件 有可能是家里的相处啦 或者是也有可能是小时候求学阶段 然后别人的不经意的话 然后可是你听到非常的 就是 其实我 我家人 为什么 我跟家人相处都蛮好 我们家算是 蛮和 蛮和乐的一个家庭 那 國中的时候吧 好 国中 可是 我也因为那样得到一些好朋友 就是 我国中的时候真的因为成绩太差 这件事情 可能 我会跟同学讨论怎么自杀比较好 国二喔 国一 国一喔 就是 我们是真的 因为我另外也有一些朋友 他们的状况是 他是很聪明 太聪明的那一种人 是 那我是太笨的那一种人 我们听起来是阳光普照 那个太聪明的意思 他其实 他也很多的内心的状况 那 但我们这样也变成很好的朋友 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 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 然后 我们那时候真的讨论很多事情 嗯 就是关于怎么死 比较好 这件事 所以 也不会 但 我还活着是因为我怕痛 我还活着不是因为我多热爱我生命 是因为我怕痛 我不想要绕帅绕在我裤子里面 所以 你知道就是 各种方式 恐惧还是会 拉回自己一点点 嗯 还是先不要好了 那就先活着好了 所以 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事啊 没有什么 就只是功课不好 各种状况 就是 譬如说 很多 很多你心理内心的压力 内在的外在的各种的压力 跟整个环境 嗯 给你的 就是你会觉得很难过吗 无归属感 对对对 嗯 这个归属感 现在有比较好的一点吗 现在有 可是 而且后来跟 其实跟同学们相处也都很好 就是我跟那些同学都 我真的很好 嗯 可是那个状态 那个时候的自己 还没有搞懂 懂 说 其实你不需要 因为这个班 本身的性质 去 影响你自己 对这一切的看法 所以现在已经 已经有一些 生命经验了 算是吧 然后再回头去 想要跟那一个人说什么 想要跟当时的廖文强 如果可以的话 嗯 要跟他说什么 我跟他说 开心一点啊 那活着很好 对啊 因为你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可以 唱歌 可以写歌 对啊 可以出去玩 可以出去玩 多好 可以住饭店 很棒 出去玩可以看到很多人 生命百态 对 好 今天 其实我们还想要继续聊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聊太深了 哈哈哈哈 我很怕 欸我很怕你会生气 不会不会 真的喔 好 我很开心可以邀请 廖文强就是来上我的节目 然后对我来说 是一个挑战跟突破 就是 發出了这个邀请 发出了这个邀请 然后另外一个突破就是 我还非常的不客气的 用了他所有的设备 对 除了手机是你自己的之外 等一下文音档还要传给你了 对 就 真的你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很困难 或者是很害怕 但是真的跨出去的时候 其实真的会有很多人愿意帮你 然后 还有另外一件 就是我要下结语的是 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很多次 想要离开人世的念头 我觉得不止你 我自己也有 然后我相信也有很多 可能跟我们物以列举 听歌的朋友也有 所以你们要知道 就是生命持续的活下去 绝对会有很多的好事发生 那为什么你现在会那么痛苦 是因为 你还没有 还没有在把自己的眼界 就是你的时间还没到 你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 累积你的生命经验 然后再回头看这一切 你就会发现这一切都是有意义 然后没有白走的路 所以在2019年有一张专辑 叫做活着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 对 里面有很多首好歌 其实不只这张专辑 之前也是啊 就是我觉得 在你生命状态非常的不好的时候 你有时候不要一直很执意 执意的要去钻牛角尖 然后就觉得一定要了解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这生命当中有 很多人都跟你有一样的情绪 然后我觉得廖文强的歌 就会很适合陪伴这样子的 这个阶段的这样子的人 然后影响另外一个 比较开朗跟光明的路 而且我自己 就像我刚刚讲 我觉得 我小时候会觉得自己可能软弱 可是后来 我觉得 欸好险我 我怕痛 好险我 怕死 就拉住你 所以我才 就是有时候 你曾经害怕的东西 或是你曾经所鄙视的东西 他可能在未来 他可能会是 你感谢的东西 嗯 我觉得是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 就是放开心胸的去面对 我觉得所有的问题 跟可能性 嗯 其实是很好的 对 好啦今天非常谢谢廖文强 希望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廖文强哥会喜欢 我喜欢 哈哈哈哈 然后也希望这一集的求知不得的 大家都得到一些收获 那下一集要邀请哪一个嘉宾呢 我们就 就再看看 好 好 we'll see 我们求知不得下次见 掰不 谁要去关了 我 我干那个 有一好 没两好 我老关 也会老暖 没长过百味的日子 至少有体验一些事 如果有什么过不去的事 别太计较 求知不得 我们下次见